今天這個客人 大家都笑眉眉 這三角有難看嗎? 不會啦 不會拿手 真的假的 還沒過來嗎? 我們今天這個客人 要和各位說一些中國的事情 我們大家的都知道 中國在你的隔壁 你的隔壁 如果對我們不錯 好處比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你的隔壁 如果隔壁 一個婢婢亂做 你會很痛苦 但是你要知道 這六十八年來 中國人跟我們教的是 我們的隔壁 邊邊那個中國人 那個中國人 那個中國人是共產黨 這個共產黨 是對國民黨都黑白台 這是他們說的 黑白台 甚至對他們是非常的不講理 所以我們政策和所受的教育 尤其我這個年齡 60歲左右的這些年齡 政策和所得到的觀念就是 中國共產黨是非常可怕 中國人是不講理 坦白說 中國人真的是不講理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事情 世界是幾粒地球 這個幾粒地球的世界的人 他每一天生化 每一天大家在相對的 你要知道這個地球分成兩種的集團 一個是民主 就是資本主義 另外一個是共產主義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說共產主義 實際上在這幾年裡面 厭變很大 包括蘇聯的解體 很多共產的國家 漸漸漸漸都在修正 他們的國家的政策 中國的政策 現在是為計畫經濟 現在開始逐漸的轉變為資本主義 但是沒有那麼快 他不說資本主義 他現在說一個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坦白講 他就是社會主義 但是什麼是社會主義 我們在台灣很少有機會去討論 當然資本主義和計畫經濟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個體 你看看中國 中國現時表面上 他現在很好 他有十五億人口 但是他這個人口裡面的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很散 我不相信我們各位 你去中國去執行的時候 你沒有去討論 你如果說在大道市 你看不出來 因為你看的大道市 高樓大廈很多 但是他有一個地點 他的高樓大廈 還不是都空的 沒有電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 中國人口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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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有很多地方的官員 都是為了表現 你看他的 GPT GDP 就是國家的成長率 來講 生產能力 來講 每一次 他每一個性 所公佈的所需 把它加起來 把它平均 都是比他公佈的 更高 因為共產黨 他有一個地點 他就說 你如果 沒有調中央的意思 這樣 你 這個官員 會把他換掉 中國共產黨 他的官員 一次都做多久 五年 他是 共產黨 他怎麼參選 他的領導人 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怎麼生產 他 你知道嗎 來你說 大家要說 現任的主席 指定下任的 對啦 你說的 不是啦 我是說那個主席怎麼出來 他 毛澤東 鄧小平 後來他定一個規矩 就是 領導人 要隔代 隔代指定 就是說 鄧小平 他過世什麼人 江澤民 江澤民 又過世什麼 胡錦濤 所以鄧小平 他就指定胡錦濤 鄧小平 江澤民 就指定什麼 習近平 隔代 隔代 他現在除了 主席以外的人 是什麼 就是他一個 中共中央的組織部 他做這部 他一個 一個結構 不理嚴格 所以他有一個 中共中央辦公廳 這個中共中央辦公廳 就是 四季去找 找什麼人 又紅又磚 什麼叫又紅 就是 他自己本身 這個磚的意思 是說 沒有其他的資產 金山的 磚就是 對共產主義 有熱衷的人 所以 總共 他的 傳承 就是 但是 你要知道 又紅又磚的人 跟路邊 如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還是他的領導階層 各個都會貪污 沒有一個沒有 真的沒有一個沒有 你看 我們 根據美國的統計 百分之九十五 中國的高層 的孩子 都在美國 不是 背著美國人 或是 拿美國籍 你想這種的國家 會建政嗎 不會建政 但這種的國家 他可能 對他的 周邊的國家 會產生 一種威脅 來講台灣 有歷史以來 尤其是 九戒舊 來台灣 遭逃難 來台灣以後 中國共產黨 那時候 我們讀書 跟我們說的是什麼 是說 台灣的問題 是中國內戰的結果 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 跟國民黨 建政 國民黨 去消博去 走來台灣 所以這個台灣 變成蔣匪 的蔣介石 蔣匪 盤踞在台灣 其實 我們過期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是說 他們這些 扣分 都對 因為 在台灣的時候 在1945年 8月15號 日本天龍 導航 以後的九月 他們就派人 去台灣 但是 那時候 就帶 部隊來台灣 那時候 他為了 要訪去台灣 那時候 在中國 他有生立兩個組織 美國叫他生立的 第一 就是 台灣 中國 軍政府 就是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第二 是 台灣 中國 民政府 就是 台灣 行政 長官 公署 行政長官公署 和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 這個問題的組織 定義是什麼 軍政府 跟民政府 他那時候 為了 沒有讓我們台灣人 折這麼多 所以 他用 百種的名稱 給你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他不是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說 喔 原來去洪詹女的人 就要 成立這個民政府 我們都不知道 包括 這六十八年來 在我們台灣 說台獨 甚至 中華民國民進黨 這些 行員 也都一樣 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都沒有人知道 到 這幾年 這六七年以來 李政緯先生 叫我去研究 台灣的地位 我才知道 原來 台灣的地位 有這麼大的 秘密 藏在裡面 那這點 李政緯先生 是要把他學路 怎麼說呢 他知道 但是坦白說 他有苦衷 他沒辦法說 你知道 那個是 一撩 一撩 撩半年 那個廢生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嗎 當時 李政緯想說要廢生 但是美國AIT 派人去跟李政緯說 你不可以廢生 因為廢生就是 這個台灣沒去 台灣新政府沒去 台灣新政府代表什麼 是台灣民政府 因為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在1947年 因為你知道 1947年有一個 228事件 1947年 6月 他為了 不要讓台灣人 還要 出來去反對 所以他就 從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改名字 叫做 台灣省政府 剛才開始 所謂的省政府 派主管 新主席 新長 都是雄雲中國人 他不會說 這都是不合乎法律規定的 所以李政緯在1998年 當時想要廢生的時候 他想說 如果廢生 就直接給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這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美國看到也嚇到 美國說 沒有 派人 把李政緯申請 你不能廢生 所以李政緯在那個時候 雖然 他做總統 而且他那時候 有很絕對的 勞力 廢生 沒有廢生 變成什麼 動省 你看他動省 到現在為止 還有台灣什麼 知識議會 還有諮詢委員 還有類似於省議員的組織 那一股的還要領五萬塊 到現在為止了 坐車都不用錢了 那些錢其實是都架開 但是呢 這種的架開 這是表示什麼 表示說 美國雖然不說話 但是你給你看 看你 憲主席的中華民國 你在台灣你怎麼做什麼 所以因為李政緯去 你給美國跟他說 不可以把台灣省廢掉 當然我們把它動省 這是美國預留了 什麼東西 預留了 台灣民政府 那時候 他還沒說 台灣人還不知道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那時候還沒有人去研究建政法 另外 這個演變演變到2004年 2006年的這個 10月24號 我們 台灣民政務 開始在顧美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李政緯先生 他也知道 因為李政緯先生 在差不多2004年的時候 跟我說 民對民跟我說 你讀建政法 你怎麼不要講建政法 把他放在台灣的地位看看 那時候我印象有夠深 我把李政緯先生報告 我說報告總統 台灣的地位 人家那個 獨牌 黃昭堂 陳隆志 寫那齊 寫很多 我都看過了 有什麼要研究 他說不一樣 你怎麼不要將 美國軍事政府 你怎麼不檢驗台灣 這個事情 把他放在裡面 建政法 把他放在裡面 這樣 你就會發現說 台灣的地位 他們說 兩千空四年 我印象很像 年代 我那年的過年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出門 就是專心在研究 台灣的地位 那時候 台灣的地位 我又參考一些資料 看一看 才發現一點 什麼東西 原來台灣 到兩千空 四年的時候 要是在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 美國的軍事政府 並不結束 你知道 建政法 所謂的戰爭法 什麼叫戰爭法 戰爭法 不是有條文 一二三四 沒有 戰爭法是什麼 一種的慣例法 就是 全世界發行建政 立後 建政的時候 兩個當事國家 他處理的 條約 那條約 都是戰爭法裡面的東西 就是說 慣例是這樣 那個時候 就會變成 在戰爭法裡面的法律 所以戰爭法的法律 說起來是五種 第一種 就是 海牙第四公約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種 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種 紅十字會 總長城裡面 第二種 有關建政的部分 第四點 美國 最高法尼 緊對建政 說 裁判的 破例 也是屬於 戰爭法 第五種 美國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三千幾條 這五個東西 加起來叫做 建政法 所以坦白說 只有這五個 讓你去找 你就吹幾部 所以大家現在很好運 你不用去找 你來這裡坐 經過三天上課 還有一本新台灣論 你就已經可以說 你如果真的 認真去看新台灣論 你就會獲得 很多的嘗試 很多優勳 建政的部分 地形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個地方 你都是高級版的 高級版的 你要知道 我們在這個 高級版跟高級版 所學到的 有幾個東西 第一 尖而已不能移轉租款 你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伸直在 你的頭腦裡面 我們如果說 台灣的地位 你只想說一點 尖而已不能移轉租款 所以不管 什麼人跟你尖 你的租款 不能移掉 而且尖而已 他要主動 要來 這個 這個 他尖的地方 老百姓 要給他輔助 讓這個老百姓 要成立 台灣 要成立這個民政府 所以我們要看 過去的 劉球 伊拉克 阿富汗 甚至包括美國跟西班 建政1898年 1899年去簽一個巴黎條約 西班牙 從波多里克 關島 古巴跟菲律賣給美國 因為這四個地方 都是殖民地 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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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以後也是殖民地 美國的這個美西戰爭 主要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1897年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有通過一個說 因為 古巴就是在這個美國的旁邊 美國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讓你西班牙 他殖民地 對他的安全 他認為 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就 國會跟統會說 古巴應該要成為 獨立自主的一個國家 你要想像美國的總統 當然啦 美國很強大 所以美國跟西班牙 建政兩天就結束了 美國就隨意來 殖民地 他也叫國際法來掛給他 掛給他 掛給他 這個波多里克的人 這個人很聰明 怎麼說 波多里克 你不能看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人 都有在研究建政法 菲律賓也是在研究建政法 所以菲律賓 我給美國以後 本來是西班牙去統治 路邊是美國來統治 這個菲律賓人 他就很聰明 他也有掛建政法 他就跟美國說一句話 你現在不能把他移轉租款 他自己成立菲律賓民政府 這個民政府成立以後 就跟美國對抗 游擊戰 當然我們台灣不可能游擊戰 因為台灣這堂堂而已 你要走他堂 菲律賓就有幾千萬元 所以他直接打 結果他就走 哪怕哪怕哪怕 美國穷於應付 所以在1934年的時候 美國就把這個 菲律賓民政府的首腦 叫來 叫來說什麼 他說 我美國還給你統治十年 十年以後 我幫你幫忙 讓你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樣好不好 這個 菲律賓民政府的首腦 我已經名叫做 阿基諾的樣子 他就跟他說 OK 好 所以 1934年 經過 八年 1942年的時候 1942年 日本剛好打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打到菲律賓 他也很長時間 將菲律賓 裡面美軍 刪跑去 所以1942年 那時候經過八年 1942年 菲律賓 美軍離開的時候 你會讓 那時候 麥克阿瑟說一句話 在那時候 非常有名 他說 I show back 他說他要倒回來 他會回來 所以 這個建政 又經過兩年 1944年 美國 又將菲律賓 又收到回來 又經過兩年 剛才10年 1934年 經過10年 還加上日本的那兩年 剛才1946年 1946年的7月4號 菲律賓在美國 幫忙之下 代替他向全世界的國家說 來勝任菲律賓 讓他變成一個國家 菲律賓是這樣成立的 菲律賓 你會知道 菲律賓 在那時候 我會叫我小孩的時候 大家看到菲律賓 都覺得 菲律賓美金的 好像很好 但菲律賓現在賣掉了 你有注意嗎 菲律賓的賣掉 有一堆你知道嗎 你不一定看得出來 不是他們拼大 不是他們沒有打拼 菲律賓現主是怎麼賣 我認真 我告訴你 那是教育制度 為什麼我知道 他教育制度 因為教育那時候 他為了要貪便宜 小學只要念五年 初中兩年 高中兩年 他就去拼大學 一般正常的是 小學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高中三年 這樣十二年 他才拼九年而已 所以九年一後 他們這個菲律賓會 要去美國拼大學 不行 所以你看到今天為止 很多在美國的台下 有菲律賓人在那裡拼 不然你就要去補 還要補學分 所以菲律賓呢 因為五年 兩年 兩年 然後拼九年 我們普通一般全世界 都要十二年 美國的教育制度 十二年 基本的 基本的教育 十二年一後 才可以去拼大學 但是 菲律賓十九年 就 要去拼大學 這當然是 美國的大學 制度裡面 不符合 所以就沒辦法去美國流行 所以 整個國家 他們的老百姓 的教育程度 如果降低 各位 他都會 聽到都會賣去 臺灣 真好 臺灣過去是 因為 這個 不是說九戒祖 他們的公路 九戒祖 他在利用臺灣 他一直跟你騙 但是 他為了不讓你插政治 他在教育上 才有發一點力量 就一定要 受夠了 兩年 兩年 三年 三年 要賺到大學 所以以前 大學是 我都沒有報告 但現在的大學 是變成百分之百 甚至百 那種 可能分百可以賺到大學 這是有一點 不像話 但是 實際上 一種的政策 所以 我最近 有看到一個破爪 醫生說 現在的大學生 會薪水加 二十二K 有的人說 以前的大學生 親親餐的3.5K 現在是2.2K 那些人 我看不見他怎麼這麼好 他說 現在大家都可以賺大學 所以現在的追蹤 和以前賺大學的追蹤 應該不一樣了 所以以前可以賺3.5K 現在它2.2K 當然這種的事 不要去想 賺到大學 賺2.2K 他不會說 沒辦法生化 說回來 剛才那些事情 1946年的7月4號 美國 主動來幫忙 菲律賓成立 要求全世界都成立 這個菲律賓 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大家都知道 一直須運 12月17日 日本發動 齊襲戰爭 就是去齊襲 進行港 12月18日 因為由高雄的基調 出動百多隻的零式戰鬥機 去克拉克空軍基地 將麥克拉斯的飛機百多隻 全部一百個消滅 所以造成日本 在東南亞的進軍 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制空權 日本掌握 但是一直到什麼時候 開始失敗 從1944年 1943年的時候 尤其是塞班島的爭奪戰 輸去以後 就開始撤退了 你想 美國國家很大 它主緣很多 今天這隻錢吹鐵 給你打燈 今天這隻錢吹鐵 可以再做一隻 日本不一樣 日本缺錢 缺所有的東西 今天這隻軍 缺你弄燈 明天就沒有了 所以你想 他為什麼要戰爭 所以日本如果要戰爭 他的領導者的頭腦一定會最好 所以我在做日 有跟各位說 珍珠港 當時如果說 將油杖 撞掉 將船夫 撞掉 我告訴你 今天日本應該不會在那裡支撐 我們無論也不一樣 現在無論 我們台灣人 日本派我們 去中國 為一生 做生理也不一定 但是 但是 這是 世界都很難說 但是我們怕力 我們已經失敗了 日本天皇選佈導航 但是日本要導航的以前 它的國際法 它的選舉邊的國際法 做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1945年 四月初一 因為1937年 開始封民法 這不能說你無封民法 就能選佈 做日本的憲法 在台灣時期 你要選封民法 讓台灣人 開始要說一句 讓台灣人 每一個人 去學日本的生活習慣 可以真真真真 變成日本人 所以1945年四月初一 他公佈日本的民地憲法 在台灣時期 當時讓台灣人 三名的參議員 五名的眾議員 這三名的參議員 跟五名的眾議員 比較時期 在1945年的議員 就已經去日本 參加開會 這次立書上 都有他的名 都有他 他參加開會的紀錄 所以有的人會說 你叫四五年四月初一 你這時期憲法 這樣二非建進結束 八月十五 這四五半 這樣不尊勝 各位 不是不尊勝 絕對有尊勝 你去做參議員 就有尊勝 你去做兵就有尊勝 為什麼說這個 憲法在台灣時期 不尊勝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就是說 國政法裡面 你只要 時期一天 我相信 天皇 政府旁邊的國政法 傳家 一定知道 你只要說 海啊 這邊建政會輸 如果輸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 他把他們掛出去 所以他比較快 馬上把他實施憲法 所以他不說 他實施憲法 我們要感謝交付的天皇 因為他馬上來實施 民地憲法在台灣 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杜勒斯 要將這個土地 把他保留起來 這沒有到今天為止 這個土地 不會讓中國拿去 這是 坦白說 這個要做交和天皇 對台灣的恩典 因為我們有這點 法律上的議口 這邊六月七七跟八 歐巴馬跟習近平 其實歐巴馬跟習近平說 兩個人說八點前久 說什麼東西 說八點前後不是開玩笑 兩個人在農場說八點前 什麼話都可以說 尤其是歐巴馬跟習近平說明 你中國要變成一個 強的國家 大的國家 你要按照國際法 你要實施國際法 你不能再蓋在你的家裡 說按照歷史的因緣 什麼人是你的 怎麼說 按照歷史原因 台灣 台灣 中國的土地 屬於什麼 原廠的 蒙古的 原廠就是蒙古 所以 美國 我相信 習近平 去美國以後 他比較實施 他比較實施 有去瞭解 當然 因為美國的 這個西拉蕊 有說幾個點 他說 為什麼中國 不可能變成一個強的國家 是因為 紀詠的第一點 就是說 你中國 所有高竿的子弟 都在我美國在採取 在我美國在自產 甚至行 做綠卡 甚至拿美國的負責 所以 習近平做了 主席 他第一 下令下 所有高竿的子女 馬上給我回來 但是 怎麼有回去 沒有人要回去 他說 他說我敢不然不做 我就 孩子要給他 因為孩子 他給他 他錢到他 財務後都拿走了 所以 你看看 中國 是這種的情形 他表明像說話 你不一定要相信 聽聽就好 問題是 我們要注意台灣的問題 台灣 你在中國 已經開始 沒有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經改變 他的口號叫做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 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跟神聖不可分割 是不一樣的 核心利益 就是說 我很重視你 我用你的問題 當作我的問題 這樣說是 我怎麼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憲主席的中國 尤其他的高竿 中央政治局 那些人在說話 他們要說話 都有經過 他們自己討論 他那裡有檢討 統一口進 所以余政生 五月二三 選佈說 法理台獨 是他們 他跟民進黨說 說你們不要走 法理台獨 這樣 我就不願意跟你說 這樣說的時候 你想想 他會說 法理台獨 但是民進黨 有你說法理 沒有 你說法理 民進黨 就不應該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絕對不是台灣 因為 你可以拿出條約嗎 沒有啊 沒有一條法理的規定 說台灣跟中華民國 看當好啊 所以 台灣絕對不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想想 現在憲主席 民進黨 我看他們越來越嚇 越來越嚇 越來越嚇 他們本來 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要將中華民國 要招出 但是 今天 他們說 開始去摸中華民國 以後 他在台灣絕育文 裡面 他的黨章裡面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我相信 他們現在 他摸的手 他摸的東西 是一個坑的東西 中華國民眾 很清楚的 他們很清楚說 根本 世界上 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東西 就是民進黨 國民黨 用嫁 要當真 把它摸掉 摸摸的 現在看一看 來這裡沒東西 所以 最近 這兩天 有一個 動心 他說一個 勒話聽 這個勒很好 我反而要說給你聽 他說這個中華民國 好像 你知道嗎 在海邊有那個 驚聲有嗎 不是 寄生蟲 寄居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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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蟹的時候 你又摸過寄居蟹嗎 又摸過 驚手 對 寄居蟹有一個地點 就是為什麼 他要去找殼 這個殼蟹 但是他又會大 但是他大殼的時候 他在殼就不可以 就去找殼 又去找殼 有嗎 有嗎 有的小孩的時候 他就自己吃 要用蘋果吃 但是他大殼 他會越來越大 如果大殼 他要去找殼 中華民國就是那個殼 雞雞穴 越來越大殼 大到那個殼 不可以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他找殼 他會死去 民進黨今天就是這種情形 他找那個殼 是中華民國 那個殼就嫁 因為我們國民黨都沒有 idea的東西 他找在殼 所以 雜班 民進黨一定要怎樣 會逃去 為什麼說 因為 中華民國沒有這個 全世界看不中華民國 所以你看 民進黨 現主席的館長 不管是 蘇珊昌也好 不管是 謝昌廷也好 蔡英文也好 全部都是一樣 你如果要摸中華民國 你就死路一條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中華民國絕對不等於台灣 所以什麼人 我們台灣民政府 從頭到尾都一直支持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對不對 對 當然 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基本上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國家 這美國有說過 中華民國 到今天為止 他不會說 已經準備要離開了 台灣民政府 是根據建政法 向美國訴求 你 美國 你是建議的 我們也承認你打贏 你打贏 你把我指定 我叫我去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但是 你不能將我的人權 都給我彈在旁邊 美國你看 他贈領台灣 讓我們台灣拿的貨招 是什麼貨招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沒有這個東西 但你發的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看 這很矛盾 中華民國貨招 美國選佈說 給台灣免簽證 哪有選佈說 給中華民國免簽證 沒有 中華民國 給貨招 要不要簽證 我跟你說 要簽證 用什麼簽證 網路簽證 我給各位說一個消息 現在為止 我所了解 拿中華民國貨招 要網路簽證 不一定會過 尤其是 中國人 不一定會過 不是大家都過 甚至會爬以前 國家賺過 但是你如果是本土台灣人 他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都回答得很好 你就會通過 表示說 台灣人要簽 美國會過 但是中國人要簽 美國 賺過 這個 是根據理應社 最近我一間一間理應社 去問我才知道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 美國 他原來 說台灣免簽證 中華民國免簽證 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他是在當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沒有要讓他去美國 但是我們要簽證 但是我們要簽證 在建政法裡面規定 你一定要讓我去美國 所以美國跟我們說 你台灣民政府 你可以發行旅行證件 跟劉球一樣 各位你知道劉球嗎 劉球在1945年4月1號 美國發動跳島戰爭的時候 將劉球占領 劉球戰爭的時候 他的蘇聯官和台灣的蘇聯官 叫做第十方面軍 第十豪民軍 安藤立吉 是他的第十方面軍的頭頭 古金山好平條約有規定 劉球要向尼比茲投降 台灣向尼比茲萬歲導航 路邊尼比茲有派單義來台灣 當時安藤立吉 有向代表民軍的單義導航 有一個東西 沒有發生 照道理來說 劉球如果要辦導航 那個安藤立吉 要去劉球投降 有去嗎 沒有去 當時安藤立吉派他的參謀 在中國 那時候在南京簽投降處的時候 是安藤立吉的參謀 我在歷史上 我給他兵整部 劉球並沒有投降 沒有辦投降典禮 所以他沒有辦投降典禮到路邊 他有一個機會 美國可以向日本天 1972年5月15號 這個法律的程序很差勁 當時佐藤龍座和美國簽一個劉球返環協議 他說好 我劉球我贏你 我贏你日本 因為當時你會記得 波子彈宣言 第八條是怎麼說 建政以後 大日本的帝國 只能讓四個島 就是北海島 本州四國和九州 但是路邊劉球怎麼可以贏日本 這是怎麼違反 波子彈宣言 有沒有 當然有啊 違反啊 是怎麼可以贏 因為這建政會裡面 美國是劉球的 怎麼贏 他是征服者 征服者的意志 就是命令 所以征服者 他可以以征服者的身份 說好 我來送給你日本 像我日本天皇的時候 問題來了 日本天皇那個時候 古今三好朋友第一條說 你日本天皇不能說話 日本政府 不能來關劉球那個時候 但是在1972年5月15號 美國和劉球 和日本的做成農作 尼克森跟他做成農作 共同盒 簽一個公 讓他回去 所以 坦比說 劉球 不是行給日本政府 是交給日本政府 托冠 替什麼人托冠 替日本天皇 托冠 大家都不知道 實際上就是這樣 所以 琉球的地位到今天 是屬於托管的性質 說台灣 說台灣 台灣要怎樣 當然 以前 日本政府的時候 要求日本政府 要配三億兩千萬 說到三億兩千萬 你要有一個概念 日本跟這個 朝鮮 他去把他動作 殖民地的統治的時候 在1910年 朝鮮跟日本天皇 簽一個併合條款 這個併合條款簽的時候 日本 只有擁有管轄權 日本天皇拿著管轄權 這個朝鮮的主權 他保留下來 他沒有用這個主權來交給日本天皇 只不過是管轄權 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擁有朝鮮的管轄權 所以朝鮮是 真真工工的 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台灣呢 剛才開始是殖民地 它是拓殖地 但是在1945年的 4月1號 尤其是從1937年 實施皇民化一後 到1945年4月1號 時時憲法 這個土地的性質 完全改冠 變成日本天皇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人 變成日本天皇的 神明 大臣的臣 臣 日本的說神明 但是呢 民地憲法 去麥卡斯 改第四條跟第八條 一後 日本 變成日本天皇的 國民 你知道嗎 神明更大 還是國民更大 神明嘛 對不對 神明和國民是不一樣的 所以喔 去年的 後果的八月十五 我們要去日本 要把日本天皇 要參拜 這當然是很出名 我跟日本的內閣 在說 到底我要騎到哪裡 我是你的頭前 還是騎到你後邊 還是作為騎 當時 什麼人先去跟 建國神道參拜 他們 趁個摸摸 收幾包 他們現在開始 已經知道 哇 你台灣人 是變成日本天皇的神明 你現在怎麼緣 教官在做 日本天皇 要把他招過來 我這說 這都 修學 都照正的我來喔 我們現在 你跟日本 會來這裡招 所以日本 最近 因為美國在打三天 今天 這個參議員要選 我相信 如果選擇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人 謝謝 我相信 日本這邊 自民黨 跟他們 維新黨 加加 也參加過三分之二 他可以修憲 當然這個修憲 起因是我們台灣民政務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務 一直跟他們說 台灣 今天 為止 在國際上 尤其是 日本天皇 我們只看 美國送給我們的 兩千空兩年 高的設備 辦這個支援 那兩條道 你就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就向這個方向 一直在走 所以日本 開始也知道 有人在跟我們 唱日本天皇 唱日本天皇 這不是說真的唱 但是唱是法理上 法理上 我們來修唱 所以我們現在 這邊要去 我告訴你 會很差 我們這邊是要派 46人 去 當然這40人 因為 那天會很老 國際上 有很多 國家 都會派人來參加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說 這一邊期間 涉及其他國家 一定會問我們很多問題 這一邊問題 我們在賺這個機會 要把全世界的媒體說 他們聽到說 日本天皇還有台灣的主權 我都會怕死 不過呢 大家雖然怕死 但是你也知道 美國在後面 真的在操弄 這邊 日本的自民黨 絕對會 贏到有存 那時候 剛才我看網路 網路的時候 徐哥林老師 他說 災機的投票率 百分之十三 但是還沒時間還沒到 到差不多四五點的時候 投票率就結束 我相信 在我們國際上的家裡 你馬上會看到 日本的自民黨 贏了幾十 馬上你看得到 日本的贏了以後 他會做什麼動作 我告訴你 他會修憲 他要先改憲法第九十五條 九十五條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如果要修憲的時候 要三分之二通過 他改 改成只要二分之一通過 那二分之一通過 我告訴你 日本的自民黨 贏到有存 那問題是 讓你通過 日本要來給你修憲 那你國際上 第一條的BD要怎麼處理 他沒辦法處理 對不對 所以日本你說 我們通過他 來台灣 和你們組合參加 國際要怎麼做 我相信 以我們台灣人的頭腦 可以來教 對嗎 對嗎 對 因為最近 日本的政敵裡面 他們發展很多事情 過去 他們所了解 跟他們實際上 各方面 都不一樣 他們 日本的名 做這段和平條約 日本人怎麼翻譯錯誤 就是 英語翻譯日語 他翻錯了 我在這個 我們的文書裡面 我對日本 日本的第四條 第二條 日本 從那個意思 跟他們翻譯錯的 文書 我寫在裡面 我這些東西 我也告訴日本人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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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速 今天一天 文書出來 他們家人 他們就翻譯 你翻譯 他就無論 反對反不對 黑白翻 黑白翻 如果他在法理上 如果黑白翻 你就沒辦法 收到回來 所以 日本已經知道 他們的錯誤在哪裡 他們的錯誤 就要修正 我們現主席 我們台灣走的這條路 走 美國已經把你們設好了 所以各位 我們要支持 法理論書 來救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所以你們雖然說好 但是回去 一定要新台灣都要討 你們後天 我讀到 我都會問問 新台灣打幾次 你們一定要討 我再說一次 尤其 我們現在這邊 年輕人這麼多 你們將來 會叫政治局 跟事務局 把你們收編在裡面 這些都是後面 我們台灣的精英 所以有的人 說 國民黨都說 他們精英 其實他們不是精英 那些人打敗 走來在台灣 流亡的人 說叫精英 我們才是精英 我們自己本身 要有主心 要有信心 我們絕對可以 自己管台灣 管得非常好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 各位 要記得 政務官 你的薪水絕對 你不可以貪污 你不可以貪污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政策 十八歲以上 十八歲以上 十八歲 我們的政府 要免費 送你 一間房子好大 大家都有房子好大 還有薪水 還有投入 你貪污要做什麼 沒有必要 所以後天 我們的經濟 金融政策 會跟美國學習 在美國 坦白說 你說 6月 拿到50塊美金 那種人很少 幾塊而已 還是用信用卡 這種的制度 我們要去學 你如果要超過多少錢 就要登記 不可以有意外之財 不行 你就是說 讓你拔轎 大家樂 或是 威力財 你也是要去登記 要去靠水 所以在美國來說 它的經濟 那個制度 非常好 在這個東方 這個地方 日本是爬得不錯 中國是一塌糊塗 如果台灣現在是 向中國的 惡劣文化 爬得實在 很爽 所以我覺得 很痛心 所以 我是希望 我們台灣後來 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們不能說 台灣 有中國的文化 越來越害 我講到回來 剛才說一般 中國 現在是因為美國的政策 美國是希望 將中國包圍在裡面 如果說到美國 將中國包圍在裡面 你可以知道 以前我們台灣 是亞洲四小龍之一 對不對 是什麼原因 會變成亞洲四小龍 第一點 就是台灣人很大便 所以變成亞洲四小龍 對不對 不對 對 為什麼 你給我看 東南阿 你都不要看 東南阿 很多外路來台灣 那些外路不打拚嗎 你給我看 那 糟糕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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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給各位說 不是台灣人打拚 是因為美國開放市場給台灣 因為他是你的證明者 所以他要開放市場給你 所以證明者 他開放美國的市場 兩三億的人 你台灣 那兩千萬 你所生產的 都 可以直接賣去美國 你會賺到錢 你絕對市場越來越多 你會改善 那天還有一個美圓 你不記得嗎 美圓 那個美圓是怎麼來的 我告訴你 建政議員 那叫做重建基金 這個重建基金 是一直到古金山和平條的 生效以後 1952年的時候 1954年的時候 由單行 跟美國申請 所以重建基金 剛開始2億6千 後面多少我忘記 後面一個4塊 但是你知道 那是美國賠償 但是不夠給台灣 去年一後 本來2億6千 一後就變成5億2千萬 再去年一後 後面今天 4百多元 所以美國已經有跟我們正式說 你台灣民政府 後來這個錢 你會讓那個錢 我們就交給你們 所以我們這個重建基金 後來台灣剛開始的基礎建設 我們可以用 第二點就是民主基金 這也可以用 第三點就是CI 還有一個專戶 各位 台灣後來不是沒有錢 台灣有很多錢 但是這個很多錢 就是台灣的領土者 要去用頭腦要去想 要怎麼讓我們台灣人 可以過比較好的日子 要怎麼讓台灣人 可以過我們自己想的日子 讓我們的驚驚蚊蚊蚊蚊蚊蚊蚊 在台灣這個土地 可以生團 所以你要知道 台灣生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因為68年來台灣人的教育 已經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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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十月二五 正式導航 簽頭項書 你失敗的人 你就不會說了 但贏的國家 可以派軍 來這個地方 所以中華民眾 開部隊來台灣 那叫做軍事政府 有獎領金 古金山好平朝 生後 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八 那叫什麼 叫做 友善期 軍事政府佔領日 就是那時候不會敵對 投降典禮簽了 還有可能戰爭 所以十月二五不是叫做中戰 不是中戰 是軍事政府 軍事佔領日 不是中戰 真的中戰是什麼 古金山好平朝 生後那一天開始 這樣真真正的叫做 建政結束 不建設以前都不能叫做中戰 所以過去我們台灣 坦白說 有一些學者 三個黑白武 黑白說 三個十月二五是台灣中戰 鬧中戰 那天是 你導航以後 你用派兵來幫你占領 這不叫做中戰 所以國際法裡面 每一個日子都有它的意義 就不是說我們想要這樣就能這樣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很多事情 台灣錯誤起來 六十八年來 台灣人無法用我們真真正的國際法 來講我們台灣的地位 但是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台灣的地位 所以我們台灣人 越來越清澈 當然越來越走路 越來越穩 所以美國現實是 因為共產黨 開始改變他的政策 很多人去那裡投資 所以他現在變成很多錢 但是共產黨沒有危機 我跟你說 他的危機也有很多 他有一個地方在 在那裡頭頭 黑白舊錢 黑白去 比較多他就舊 因為舊錢他不用行 反正我做五年 如果最多我做十年 我就在這十年裡面 我就在那裡舊 在那裡舊 蓋什麼 你不可以想說 他們錢要蓋房 他們蓋房是要做什麼 要貪污用的 所以你看中國很多都市 二級的豬市 蓋的房子非常非常讚 但是小地方的車站 聽說 蓋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車站 那是要做什麼 沒有人 但是你蓋房子 回扣 回扣 拿回扣 拿回扣 所以還有人 很好 老闆錢也沒錢 地方在一大堆 所以我告訴你 那早晚會爆 早晚會爆 現在爆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 美國也在怕 美國現在 中國人 換一套 說 再多不愁 就是 負責很多 不用煩惱 現在全世界很怕 他 倒去 美國 他在賀美國 美國也是這樣 美國 本來 美國 跟中國買東西 要付給中國錢對不對 他沒有那麼多 他沒有那麼多 他跟中國說 稍微欠 美國 中國為了賣 也負責了 現在越欠就越多 越欠越多 現在 大到 所有人 他們感覺說 已經沒有辦法接受了 所以你看 美國的副總統 去封門的時候 他們的北大的同學問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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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美國欠我們中國很多錢 我請問你副總統 這個錢 安全嗎 你知道美國總統怎麼說 當然很安全 而且安全的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我會把它好好的保護 學生 聽到很滿意 但是 中國的 空軍 空軍的 上下 叫做代序 聽著聽著 他們家想想 他說 我左想不對 右想也不對 你肚子裡面會一塊肉 你會好好保護 你肚子的爐 我要幫你搖 也不可能搖 啊 如果讓你放出來 大便一坨 所以說 這樣 我知道了 美國絕對不會行 他還沒說 美國不會行 現在美國不會行 美國還繼續 還繼續發行公債 發行公債沒關係 還跟中國說 欸你要買喔 你想你如果 中國的財政部部長 你要買嗎 你說我不買 你開玩笑 我還給你買 你欠我這麼多錢 還給你買公債 美國就說 你不買 沒有關係 這樣我自己買 假裝天 中國馬上發表 好好 我買 我買 他為什麼我買 為什麼 很簡單 美國說 他自己買 他怎麼買 印鈔票 自己印 還印 印鈔票 會變什麼 不值錢 會貶值 他就不用說什麼 那這麼多錢 叫貶一毛錢 你來損失多少 所以他想一想 好啦 我再給你買 所以中國已經 聽不懂 這個平衡去扣掉 已經沒辦法 所以中國 有一陣子 他也想說這樣 我們想辦法 不要用美金 去買歐幣 很難 買歐幣 歐幣倒閉 撩越多 所以他現在還想一想 他說這樣好 我們來用這個人民幣 是全世界發行 叫全世界都來用人民幣 說很簡單 我跟你說 美國 美國人 他只看說 裡面要用人民幣 他就去找 他去找英國 找法國 那些國家去找 美國 他怕去扣派人去 財政部門去 明天美國也要知道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如果要用人民幣 做計算的標準 那我會對你實施報復 美國有好的公威 什麼人敢對抗 都沒有人敢對抗 所以你看 本來 我是這個所有人都要說 我說 現在黃金大了 但是水金很大了 你會覺得為什麼 其實黃金 以前的國家是什麼 用金元券來做擔保 你要印多少鈔票 你的層口裡面 要放房間 現在沒有 那時候 尼克森很夭壽 他將這個取消 他就沒有你管 我就美國什麼印多少 我就印多少 現在歐巴馬 看一個QE1 QE2 QE3 那是什麼QE1 QE2 QE3 是無限制的印美國鈔票 有人說 美國的經濟已經不行了 各位我要請問你一個事情 他印很多錢 請問 美金有沒有貶值 沒有 沒有 全世界 如果對一個國家 金融出現問題 那個國家的壁紙 跌著一塌糊塗 變成說 沒有人要那個國家的鈔票 你說美國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 他的美金都不會貶值 還在他印 在他印 你有看 你大家都看到 各位 美國還有一條 有這條 我是認為 他五年十年會用到 就是 美超 改變顏色 美國 我相信 五年到十年 他會做到這件事情 現在美超 什麼顏色 綠色 對不對 你不要看那個美超 不要看他走 好 你都不要看 我告訴你 有一天 你如果看到 美國宣佈說 我的美超要改成紅色 你所有的綠色的 寒粒 三個月裡面 要來兌換 那沒有兌換 以後那個綠色的 就不見了 這是無效 我告訴你 美國如果選佈這點 所有現出的美超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不減 不敢拿出來 是什麼 黑錢 有些錢的 負責 還有軍火商 毒品 那些錢 全都拿不出來 所以 美國實在說 他的國家 已經大到嚇死人 他可以玩很多的手段 來保護他的美金 本來美國 不是在世界上 是最最強的國家 以前的 大日本帝國 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第一名 但是 台日本帝國 第一名是有它的原音 是什麼原音 你知道嗎 你經常在拆貸 都拆過 馬關條的 下關條的 馬關條的 下關條的 是不是中國 八國聯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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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國聯繫 日本這樣扛起來 所以日本 人們用那些錢 他就發展 武力 發展它的軍事 國內全發展 所以他變得很強 所以你看 日本在建徵結束的時候 日本有幾隻的航空母艦 你知道嗎 29艘 日本有航空母艦29隻 在建徵結束以前 中國在臭屁 現在只有1隻 那隻跟航空母艦 不是 那隻叫做什麼 海上旅館 那隻是什麼人買的 他跟什麼人買的 烏克蘭的 烏克蘭的 那隻航空母艦多少錢 兩千萬美金 那有航空母艦 那年少 美國一隻航空母艦是五十九億 這隻有看起來 撞起來很漂亮 我再說一句 這隻航空母艦上面的四官兵 有幾個 一千名 這隻航空母艦的士兵 有一千名 我說不對 我應該是說這樣 就是航空母艦 美國的航空母艦 跟中國的航空母艦來做比較 中國的航空母艦是兩千萬 這隻是五十九億 五十九億 他們的航空母艦上面一定有士兵 他們的士兵 在中國的士兵 他如果一隻航空母艦一千的一天吃的食物 要十噸 士兵要吃飯 要配菜 他一天差不多要用十噸 美國的航空母艦 同樣的東西 他在美國的航空母艦 要吃五天 意思是什麼 中國旁邊都在吃 我不知道你不要去中國嗎 你去中國 我印象很深 我去中國那時候 他還沒有改革開放 那時候我在航空公司的飛機的時候 航空公司有一個服務人員 所謂的航空公司的服務小姐 有嗎 剛好他要吃飯 他在吃飯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摸一個碗公 麵湯 剛開始我不知道麵湯要做什麼 麵湯你知道嗎 臉盆 我不知道說麵湯要做什麼 我想說他要去世面 但是走一走 出來說 每一個麵湯上面都吃飯 滴滴滴滴 我覺得中國營養不良還是什麼 飯要吃很多 美國人 他們有吃很多飯嗎 沒有 他們都吃比較營養 對不對 好 你看兩邊的 如果說真的要收台 什麼人會 你想也知道 你只吃就吃倒楣 所以有時候想想 中國也可能 你看起來很小的事情 但是中國說起來很大的事情 韓國母艦 這是這隻韓國母艦 這隻韓國母艦 其實美國那時候有跟我說 他們中國的韓國母艦 看點很多 第一點 中國的韓國母艦 它的雷達 你知道韓國母艦這隻很大隻 你如果這麼大隻 人用飛躍要打你很簡單 但是美國的韓國母艦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今天 假設說你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你的韓國母艦在這裡 但是你發出的店鋪 你這隻 沒聽說是 五十里的地方 讓你自己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在這裡 但是中國是不一樣 中國在這裡就是在這裡 所以它跟那個雷達的設備 跟美國差很多 再來 它這個韓國母艦 它那個 飛躍要降落 你看看 全世界沒有人 韓國母艦上面 沒有搬這些飛躍的 沒有人不是這張 那個 這張 你看看 韓國母艦是要做什麼 要載飛躍 你如果沒辦法載飛躍要做什麼 為什麼他沒辦法做飛躍 因為他的攔截省 他不會做 你看看那條鋼鎖 那個結構 不是真的的結構 當時 米 中國 它的韓國母艦 那時候 維修的時候 它的鋼板有破掉 它沒辦法補 所以你的問 就是說 韓國母艦 你一個國家 如果有一隻韓國母艦 無效 韓國母艦要幾隻 三隻 因為一隻韓國母艦 出港 可以在外面 停留一年 不用再倒回去 但是 你未以後 要維修 要多久 半年 所以 你想想 你看看 我現在說的意思 你就聽說 一個 航空母艦的隊伍 要三隻 現在全世界 有11個國家 有航空母艦 但大部分 都是一隻 這樣而已 印度也有 印度 比中國 比較快 香港母艦 如果沒有載飛機 對我們來講 沒有威脅力 所以 日本的智慧隊 別說幾句話 他說 如果中國 加向台灣開炮 他們在24小時 要將中國 撥在水面上 全部把它集成 所以 美國也很希望 日本可以 向中國 開炮 但是中國 也很聰明 他只能把他推 說得很好聽 其實 他不會開炮 所以 台灣這塊土地 到嚴重 我認為 非常的安全 問題是 我們現在台灣人 國際要如何 我們是不是 應該把台灣的 真正的地位 找出來 找出來以後 我們要跟美國 參雄 跟日本參雄 當然我們這邊 要看日本的參議 選起 選了如何 我相信 今天的 這個 影響 就已經會知道 日本的整個的結構 美國也很注意 因此 在這種 情形之下 我希望 我們台灣民進會 生緣 大家要 共同 來努力 來打招 現在說到這個地方 我要跟各位說 你們的比亞政書 我有說過 在你們當酒店 我讓兩分鐘 我來喝一杯水 好嗎 好 我還是想要喝一杯 真的 不知 我其實太陽 會被人粉 並不震得 海水 我們 各地 看到 我們 是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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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 我都已经 哎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